昨天上午 星云大师原籍赞颂典礼圆满之后 大师法体真身座刊 也立刻被送往台南的白河大仙寺 进行原籍涂皮大典 佛光山长老们为大师法体真身覆盖上金被 而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定和尚则是亲自举火 带领全场恭送星云大师最后一程 师父上人 我们已经到台南大仙寺 星云大师法体真身座刊 涅槃塔车队 浩浩荡荡抵达台南白河大仙寺 董事长传政大和尚 住持原制法师 率领四众 鼎礼三倍 而佛光人也夹到跪拜迎接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远起涂皮大典 典礼开始 弟子们合理把星云大师法体真身送进会场 众人依需上前上香致意 随后大师法体真身也在涂皮台上就定位 长老覆盖金贝 佛光山长老们为星云大师法体真身盖上金贝 紧接着由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举火说法 双灵树间 山门极净 金海中云局 土壁宜聚如何赞扬 四大皆空四限流 五蕴和合亦非真 菩萨方便 贤有极 了悟十项 宏愿生 请退居和尚 心定和尚 举火 按下按钮 涂皮程序正式展开 全场不断礼拜 恭送新云大师最后一程 一代高僧 星云大师 97岁人生 红法立生超过一甲子 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活出三百岁价值 如今舍报原籍 留给各界 无限追思 以及三好四给五合 慈心悲怨 也成为后世最好典范 因为是台北台南 综合报道